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拉面 因为汤底无比绝美 店里的顾客络绎不绝 可每当问起汤底的秘方时 老板都会发出秘之微笑 说汤底是用美女肉熬制的 店里的顾客瞬间哈哈大笑 只当是店家不愿透露的玩笑而已 可他们不知道 店铺生意火爆 背后的秘诀真的是美女 小懒是店里的服务员 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盯着帅店长发呆 笑得合不拢嘴 估计连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 店铺打烊后 小懒累得筋疲力竭 不停地抱怨着店里的另一个同事 已经好久都没来上班了 搞得她一个顶俩分身乏术 累得受了失惊 身旁的店长随口安慰到 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居家隔离了 也是无奈之举 此话一出 小懒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是转变了话题 露出娇羞的笑容 你可真厉害 年纪轻轻就撑起了整家店铺 以后谁嫁给了你肯定想轻负 店长可是个正经人 文言只是笑了笑 可小懒却厚着脸皮主动凑近 问起镇店汤底的秘诀 有空能教教我吗 让我也开个分店 店长却打着哈哈 这是祖传秘方不可外转 万万没想到 小懒直接霸王硬上弓 搭住店长肩膀说道 那就让我做你女朋友吧 这样就不算外传了 多少有些不知好歹了 店长不耐烦道 早点下班吧 可他到底低估了女人的厚脸皮程度 对方奋力一搏跟去了他家 几杯烧酒下肚 小懒的脑袋开始昏昏沉沉 看着如此豪华的三十一厅 心想要是能成为屋子的女主人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了 灵机一动 借口方便去到厕所 实则对着镜子好好操作一番 露出性感的锁骨展开美色诱惑 可下一秒 他轮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 暗暖不住心底的好奇 寻着香味走了过去 果然找到一间类似厨房的屋子 原来店里的汤底都是在这里熬制的 小懒兴奋地拿出勺子品尝一番 嗯 还是熟悉的配方 可突然 他看到锅底悬浮的一个异物 仔细一看 竟是活生生的一条胳膊 妹子爱上自己的老板 本想凭借美色飞身成为老板娘 谁曾想 老板爱的竟不是女人 一心只想把她吃干抹净 扔进锅里熬汤 好景不长的是 妹子已经发现她汤底的秘密了 现在发现锅子的秘密 吓得鸡皮疙瘩冒了满身 接着伸手却摸到一处一五 低头一看 不是在居家隔离的同事的手机吗 他还来不及反应 店长就阴森森地站在了门口 嘴角轻蔑一笑 你可真皮 汤还没好怎么就喝上了 小懒下的目瞪口呆 店长却淡定地走到锅子旁边 掏出勺子细细品尝了一番 布农不但正合适 是他喜欢的味道 小懒下的脊背一阵发凉 瞬间把腿就跑 悲催得是 扑向的每一扇铁门 都已被牢牢锁上 眼看自己在劫难逃 黄天不负有心愿 他终于打开了最里面的一扇房门 赶紧躲了进去 牢牢地把门反锁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店长的脚步声停在了门口 嘴里抱怨道 不是要做我的女主人吗 怎么能把男主人关在外面呢 还不忘火上浇油 漂亮女人撒上生姜香菜 大火熬至又鲜又香 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大补汤 小懒一听彻底崩溃 眼泪止不住地流 双手紧紧扣住大门 他只想找男人不想找红楼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 小懒也停止了哭泣 可下一秒 他脑门一震 晕了过去 身后赫赫然站着店长 露出诡异的笑容 可他是怎么毫无声息穿过大门的呢 女人每滋滋喝了一口汤 正想再来一口 下一秒 却在锅里翻出一条活生生的胳膊 顿时吓得大惊失色摊在地上 拼尽全力想要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来不及了 他早已成为老板的龙中鸟 谁能想到 这家顾客爆满的拉面馆 引以为傲的招牌汤底 竟是将花季少女的身体放进锅炉 精心熬至久久八十一天后 直接放入拉面大火开煮 这样的汤底鲜嫩又美味 吃过的顾客纷纷都跟重鞋了一样 一碗接着一碗 还不忘夸赞老板的好手艺 没过多久 老板新招了一位美少女员工 女孩端来热气腾腾的拉面 礼貌地微笑着 生意依旧火爆 顾客仍旧痴迷 可一旁的店长却死死盯着心来的妹子 露出了不怀好意的微笑 不出意外的话 妹子估计会成为下一锅底料 可能一个美女只能熬一锅汤吧 为了维持生意 她不得不一直招揽美女 熬制一锅又一锅的鲜汤 电影汤告诉我们 人心难测 你所算计的人 或许正在算计你自己 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还真不一定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头脑清醒 坚守安全底线 采取最光明正大的方式 过想要的生活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